1月13日,志工党中央在北京举办乔港澳台人士迎春座谈会 座谈会以适应疫情新常态,把握未来新机遇为主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志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主席万刚 在座谈会上寄与乔港澳台人士,积极推动中外文明对话和交流互建 在座谈会上,万刚向海外参会代表 并通过他们对海外侨胞、留学生和港澳台同胞表达新年慰问 谈及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结合海外侨胞、留学生和港澳台同胞的发展情况 他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要希望大家还是要坚守信念 守护住历生之机,勇于战胜当前的困难 第二点希望呢,希望大家寻求转型 花危机为机遇拓展事业的发展 第三呢,是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交往,交流 推动中外文明对话,交流互建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桥委副主任,志工党中央副主席 严小培,介绍了一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并就中外合作交流及有关涉侨涉外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各种变异病毒来势汹汹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和支持住在国政府地区的各类防控举措 与当地人民一道携手战胜疫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志工党中央副主席 曹鸿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志工党中央副主席 吕彩霞出席座谈会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志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军出席并主持座谈会 海外参会代表介绍了各自在当地生活,工作和参与抗议的情况 华社团要为消除种族歧视做出努力 当前主要任务是克服疫情造成的障碍 努力维持社团的正常运作 还有运用个人专业知识帮助新老华人华侨进行创业 达到了提振当地商业经济的目的 海外参会人员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法国、德国、荷兰、爱尔兰、瑞典、 匈牙利、斯洛伐克、吉尔吉斯斯坦、坦三尼亚、香港、澳门、台湾等15个国家和地区 为海外鸿门社团、新移民、华侨华人科技人士、留学生及港澳台同胞代表 志工党中央秘书长卢国义、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及有关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